DOC 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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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酒來汽車的琪琪 我們今天來介紹的是台2020年的U6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外觀的設計喔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它的引擎蓋上 多了這兩個洞 那這兩個洞不只是裝飾 它還是雙窩流的導封口 那这个导风口呢就是可以让它引起的散热更快 然后这样子整台车的效能就会提升哦 那我们下面这边呢 一样是用大量的镀铬市场去做一个装饰跟点缀 可是我觉得它这次多这个导风口 让整台车的跑格感更加提升 所以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还蛮爱这一台车的哦 我们这一台的轮胎尺寸呢是2155R17哦 那我们的轮胎呢非常新 而且其实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的鱼圈啊是没有什么刮伤的哦 方向指示灯呢是坐在车侧哦 没有坐在后照镜的部分 但是后照镜有一个更厉害的功能 这边有一颗镜头两边都有 那我们待会一起来看一下说 这个镜头是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看一下它车尾的设计 它这次车尾的设计呢 就是用双色的烤漆 就是黑色 然后它的尾灯就是用红色的这样一个双色烤漆 让整台车看起来其实很活泼耶 不会说因为它是休旅车 然后有一种笨重的感觉 看一下它后箱的空间 这样子看算好像觉得还好没有很大 但是我们的这个隔板呢 是可以拿起来再做一个空间的利用哦 还蛮深的 然后后面这边呢 也有这个小灯 后箱的小灯 我们来看一下它内装的部分 是不是超漂亮的 科技感超高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底层 只泡14000多哦 这台车真的很行 所以车况很好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 这边呢 一样有硬后简的模式 然后群积方花 开压侦测 投入者水平高度调整 还有车前雷达哟 方向盘的部分呢 左边是定速的调整 那右边呢 就是蓝牙 音控的部分 然后它的方向盘后面这里呢 是电折后照镜的调整哦 这个是电动收折的 也就是这个最受人注入的大秘密 那因为我是用镀影的关系 所以它萤幕会有这种黑黑白白的闪烁 但是实际上它萤幕是正常的哦 那我刚刚有说到 你的后照镜的镜头 很厉害 是厉害在哪里呢 其实如果我们是打右方的话呢 它就帮我们切换到右方后面的视角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说时交易没有来车 那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这个功能安全性还蛮高的 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功能的 那一样都有蓝牙 然后USB跟HDMI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这个画面 你想要切换到导航 但是你在开车 你不方便一直按的话 那我们只要往右滑动 它自己就会切换到导航 我们温风调的部分呢 也是结合在这个大萤幕上面哦 我们的风量大小跟温度的显示 都会出现在这个萤幕上 拍档的设计呢 有一种虚拟座舱的感觉 就是飞行员的那一种设计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排档这边呢 它有一颗很厉害的按钮 这个是什么功能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觉得这个女生超需要的 它是自动停车的功能哦 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厉害 那因为我们目前位置不足 它就会显现跟你说 这个空间不足 所以你没办法停下去 因为这台车真的算蛮大台的 那如果说女生今天需要买到这台车的话 我觉得有搭配这个功能 就不会担心说 那我路边停车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它这一个设计的 在副驾驶座这边呢 它有一个微微的气氛灯哦 那我们再往上看到的是 它这里还有一个音响 那这台车的音响呢 是做这种立体的喇叭 它是不能收进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在质感上还蛮加分的 这台车呢是有行车记录器的哦 服务手这边呢 打开也有HDMI的插槽 然后跟USB的插槽 它这次这边用木质设计 超有质感的 然后是电子手刹车 这边的话呢就是自卑架 看一下它后座的空间 后座呢在开门的时候 门把会有一个提醒灯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觉得它这台车后座的空间真的很大 所以它真的很适合一家大厂 一些出门的人 或者是刚要迈入小家庭的年轻人也很适合 那它后面呢也有后座的厨房口温 后座的部分呢 有Ice Office儿童安全座椅之外呢 它的椅背是可以做斜角的调整哦 所以这样后座的人坐起来也会更舒服哦 那中间呢一样有中央扶手支杯架 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 也是保持的非常干净 那我们依照惯例先来找一下我们的 YES认证封条 保证本车无事故 靠存变造哦 那这一台呢是1.8升 然后是直列四缸的引擎哦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台U6的介绍 这台车真的很轻很漂亮哦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们 赶快来酒力汽车招我们吧 实在就是SUM M